经常听到台湾猕猴破坏农作 强夺游客食物等 但是在台中大坑步道的上百只猕猴很不一样 平时在大坑3、4号步道半山腰活动 当地发展协会深入了解猕猴习性 宣导如何友善共存 拉出了人类与猕猴之间的平衡警戒线 悄悄地探访猕猴的栖息地 眼前野生的小猕猴站在吸着妈妈的奶水 不忍惊扰这温馨的画面 丛林枝繁叶茂密层层 几时只台湾猕猴盘挑树枝坐下搔痒 还不忘好奇地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尽管如此猕猴也不轻易靠近 现场距离大约有5公尺之远 犹如隐形的防护线 走在台中知名的大坑步道上 到处都可以看到台湾猕猴 但特别的是这些猕猴不但不会伤害你 也不会跟你抢食物 堪称是全台最有教养的 台湾猕猴 台中北屯大坑步道 这群台湾猕猴大约有120到150只 三个群族平时在大坑的 三四号步道半山腰及露营区活动 气息范围大约有200公顷 是少见猕猴可以跟人类和平共处的区域 政府为了大家的健康开辟的步道露营区 那猴子的栖息当然会受到影响 因为猴子啊 那个夏冬天的时候都瘦巴巴的 没有奶水 我们发现我们大坑头科山 那个只要到夏冬天的时候 那个树叶都落叶 他没有食物 所以说我放些地瓜 那根香蕉给他吃 慢慢的这样做朋友 当地发展协会深入了解猕猴的习性 在固定的时间提供少量的橘子香蕉 除了补足营养 也保留野外觅食的能力 更洗手山友们大力宣道 不喂食 不挑衅等原则 拉出人类与猕猴之间平衡的警戒线 那针对这样子人数共同传染病的问题的话 其实在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 有很多的一些例子 然后包含了我们已经知道了 包含了伊波拉病毒 包含了艾滋病病毒 目前都已经知道 它是透过猴子来传染给人类 传染到人类的身上 我们跟猴子之间是否可以 就是说维持零距离呢 这似乎就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之前爬山会有那种野生的猴子 我会蛮怕的 会不太敢接近 但是今天来发现 这边的猴子可能是训练过还是怎样 所以就不太会攻击人这样子 那因为自己深受感动嘛 那刚好我们有在教育界 我希望让学生知道这一些猴子的习性 跟一些它跟生态 尤其是跟经济作物之间 要有一个平衡点的关系 台湾猴猴与人类活动领域重叠 经常会造成农业的损失 在2020年台湾猴猴被移出 保育类名单 引起了地方人士与保育团体的激变 人猴冲突悬而未决 但仍然有这么一群致力于 教育人类跟猴猴的团体 来维持人猴共存的平衡生态 拜拜